天氣陰冷 真的有的時候喝點熱的 覺得好舒服 而且覺得喝點熱的就暖起來 那腎臟科的醫生 一定遇到很多病人 你都成天交代他們 不能喝糖 不能喝鍋底 我們非常煩惱 可是最近你會發現 不管是你到任何一個城市去看 大街小巷 新開的一定是那個火鍋店 火鍋店 我覺得它的市場真的是無限大 火鍋吃太多 你又腎臟不好 會發生什麼事 有一個病人 他六十幾歲 他是糖尿病的 那平常就在我門診看門診 那有一天 他去跟朋友去吃火鍋 他知道 因為我們都跟他講 要腺磷腺甲腺蛋白 所以他知道那個蛋白質是肉 所以他肉不能吃太多 他想說可是跟著朋友去吃 肉不能吃太多 我總可以喝一些湯吧 所以那就喝湯 喝湯之後 因為大家知道吃一個火鍋 不會只有一點點時間 是可能至少一個小時 所以他一直都在喝湯 然後他喝湯回去之後 他其實喝到回去的時候 就覺得怪怪 脹脹不大舒服 到隔天早上 第一泡小便 全部都是泡泡 而且起床之後 他發現他們視力模糊 怎麼會只有一天的時間 視力就變得非常模糊 他先去看眼科 然後眼科醫師跟他講 他那個視網膜有一點出血 然後再來腎臟 可是腎臟科我一驗 他的蛋白尿有到三甲 三甲之外之後 他更恐怖 把他驗那些鈉甲鈴 他的鈉正常是135到145 他高達150幾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血壓 他血壓高到170 over 90 我覺得他會突然腎功能衰退 突然視網膜 是因為那突然血壓飆高 血壓會高有兩個因子 一個是水分多 一個是鈉離子多 水分多跟鈉離子在哪裡最多 我們一般不會一直吃鹽巴 因為太鹹了 可是我們一直 湯是什麼 裡面有鹽巴 又有水分 所以等於說一直喝一直喝 那個水分就整個就飆高 所以後來當然我請他 我加了一些降血壓的藥給他 然後讓他就是說 跟他講這幾天要多吃清淡一些 把那個鈉離子 把那些整個排掉 跟他講說腺鈴腺甲腺蛋白 他做一半 他知道湯之類的 我們講說一鍋湯 大家很喜歡火鍋吃湯 而且很喜歡到最後 再把那個麵啊 什麼整個在家 把那整個湯吸下去 或者煮成粥啊 對 你有沒有想過 你飯 我們所有常常都在講 說我們要怕減肥的時候 肉都要汆燙過 因為油脂會掉到下面去 我們會叫我們的病人 怕那個甲離子過高 要把青菜汆燙過 但你說有沒有想過 如果說任何的那些不好的 青菜農藥沒有洗乾淨 汆燙完之後農藥 是掉到那鍋湯裡面去 那我們如果說這個食物有重金屬 燙過之後 重金屬會不會溶解在那裡 那更何況他一直煮一直煮 煮了三十分鐘四十分鐘一小時 我們假設那個叫亞硝胺的濃度 在三十分鐘之後就整個飆高 很多的致癌物就會產生 那更何況我們講的 普林 油脂 糖分 鈉離子 磷酸鹽 這些全部都在那一鍋湯裡面 所以湯我們會建議說 如果有腎臟病慢性病患的話 你大概前三十分鐘喝個一碗 那幾個一般如果不是 你不是腎臟病患 你又好喜歡喝湯冬天怎麼能不喝湯 有幾個聰明的訣竅給大家建議一下 第一個用青菜代替加工品 他如果送來他都是一套的 你說我可不可以 一般當然很難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那些什麼魚腳丸子 再叫加工類的肉品 是否可以換成這種青菜 那第二個叫先燙菜後煮肉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順序 看到肉出來很喜歡 就把肉算一算 最後吃到還沒有飽足感 再把菜丟下去 菜都是最 可是有沒有想 菜它會吸湯汁 它會把你所有的那個肉裡面 那些不管那些鈉離子 那些所有的都吸到你的菜裡面 那第三個訣竅叫做 少用沙茶醬 還有其實豆瓣醬也是 那要用什麼呢 可以用蘿蔔泥大蒜 或者說蔥薑來取代 這個大概是火鍋是很好吃 但是大家要聰明吃火鍋 之前在很年輕 我寫過一篇文章 我告訴洗腎病人說 禮拜天不要吃火鍋 為什麼這件事 那時候我在三軍總院 當總醫師 總醫師禮拜天晚上最害怕 因為洗腎病人 他們是洗 比如說洗135 都是隔一天就來洗腎 隔一天就來洗腎 可是我最怕的是 禮拜五洗完 到隔一天禮拜一 它多了一天 那可是很多人 在冬天的時候 都家庭團聚 都是禮拜天去吃火鍋 所以常常會禮拜天晚上 晚餐大概9點10點 那時候送急診 我那時候就 那在當總醫師的時候 那時候急診室就來了一個 洗腎室的一個 外面洗腎室的病人 來的時候就一直嘔吐 一直嘔吐 他說他7點開始吃火鍋 吃到8點的時候 就感覺覺得胃怪怪髒髒 他到8點半就一直吐一直吐 他送到我們醫院的時候 已經9點 他吐了半小時 那他吐到他整個全身都 都軟趴趴 完全沒力 他一直咬說那個火鍋食物中毒 那我後來幫他整個驗 第一個是他血壓非常高 血壓高達會將近180 第二個是他甲離子很高 高達7點2 但是他甲離子很高 第一個四肢會沒力 我們吐 我就跟他講說 你有沒有 你剛一直吐 吐了快半小時 我們每次吐 吐到會滴血夾 有沒有 把電解池吐光 他已經吐了半小時 甲離子還7點2 我那時候他又是沒有吐 他可能甲離子已經高到8點 可能只要甲離子高到一定程度 心臟就會停止 就會死亡 我說那個吐是保護你 你身體就一直把那個甲離子 給吐出來 那後來因為7點2實在太高 後來我就趕快聯絡洗腎室 幫他緊急洗腎 他本來應該是撐到隔天 才要去洗腎室 根本撐不過 所以每一年到冬天 到禮拜天晚上一堆這種就是 因為晚上吃太多甲離子 那火鍋哪些東西 為什麼甲離子高 第一個我們講說那些蔬菜的 不管我們的銅烤菜 我們的空心菜 我們的海帶紫菜 那些都是屬於高甲的食物 第二個其實不要想肉也有 肉 海鮮 動物的內臟 那個裡面甲離子也很高 第三個就是醬料類的 醬料沾內臟 可是很多洗身表現說 那我就用一些健康 健康滴鈉鹽 健康滴鈉鹽它的甲離子含量更高 所以就是說禮拜天 洗腎病人你不要吃火鍋 要吃火鍋的湯一定要喝少一點 我跟你講很多親朋好友聚會 就是專挑禮拜天在那邊吃火鍋 他們那一天就多一天 就等於多撐一天才能來洗腎 他們要隔兩天 那是非常危險 真的 請教一下洪醫師 現在人因為平常飲食口味重 肉類也吃得多 所以一旦高蛋白跟高油脂過量 事實上也會傷肝腎 我那一天門診來了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他穿著那種很緊身的T恤 我不知道為什麼練身材都喜歡穿很小一號的那種T恤 那一看就知道肌肉真的練得很好 可是他說他練身材大概練了健身大概練了一年 他說最近很奇怪很累 人很累很累 他說肌肉都沒什麼力量 他努力要去練 他以前可以舉得起來 現在都舉不起來 他覺得怪怪 所以他後來他想說來做一些檢查 那我後來第一件事當然就幫他說 年輕人以前都沒有任何數據都沒有抽血過 那我就把所有的都檢查 當然他的那些所有數據都不好 肝指數正常應該40以下 他到60幾 那他的腎功能大概60分 可是以二十幾歲來講 腎氏球過濾率60分是太低了 可是他的三磚肝膽固醇那些都偏高 你知道練健身 他說他的學長教他快速健身 他一顆要吃五顆蛋 一天吃五顆蛋 那他去吃火鍋 每天他要吃牛肉 而且那個他又是吃到飽 那一餐如果是吃到飽他可以吃十幾盤的那個肉 那運動前還要再吃蛋白粉 高蛋白粉 我說你這樣子 我剛剛這些所有東西 你剛剛講那麼多的蛋白 你一餐的火鍋可能將近一萬多卡 那加上那些高蛋白 高蛋白就是會產生那些尿素蛋 胺基酸胺基酸變尿素蛋 都是腎臟一直在代謝一直在代謝 所以他除了這些脂肪肝也很嚴重 所以我跟他講說 健身現在已經你的肌肉已經很漂亮 改成均衡的飲食 那健身也是六大營養素 健身蛋白質全部給減到最低最低 那這個當然就是OK了 大家有沒有想過你去吃火鍋的時候 經常會口乾舌燥 口乾舌燥代表一個什麼意思 就是裡面那個滲透壓 血液當中滲透壓很高 什麼叫滲透壓 你的尿毒素尿素蛋高 鈉離子高血糖甲離子 這些造成你滲透的高就要一直喝水 那我們講尿素蛋來自於蛋白質 蛋白質會變成胺基酸 衛福部建議國健署建議我們的飲食指南 一天到晚要吃多少的蛋白質 佔我們的全整天的熱量10到20% 我們希望我們的熱量主要50%60% 還是來自於碳水化物 所以蛋白質真的不要吃太多 那有幾個病患要特別注意 我把它做了一個表格 我們一般正常人大概吃10到20% 不要低於10不要超過20% 但是你如果說已經有糖尿病 合併腎病變的 要吃到最低最低 就只能吃10% 然後如果說 我們講說已經在洗腎了 洗腎了我已經不怕那個尿毒素 我剛剛講那個尿素蛋 你就要反而要多吃一點 可以吃到18% 那如果我們講糖尿病病患 糖尿病患要注意總熱量的攝取 大概佔16%左右 所以我們講說 我們每次在節目講說 優質蛋白你要多攝取 但是還是要注意它的一個總量